Hello 大家好 我是太豪姐姐 开运大小事都是太豪姐姐的事 好 太豪姐姐先自我介绍 我的小名叫珊珊 大家可以叫我珊珊也可以叫我太豪姐姐 很多人都说 为什么你那么年轻叫太豪姐姐呢 因为我期许有一天我能够像志玲姐姐一样 能够成为一个人见人爱 而且也是希望能够透过佛法 诸佛的这个护持 能够帮助大家一起受到诸佛的保佑的一个姐姐 好 那我们还是先从你的个人职场 聊到你这个最新的这个泰国佛式的代言 先把你职场介绍一下 好 那我其实非常的幸运 其实我从小就容许我所说的 我就是一个诸佛护持的孩子 其实我在大学毕业以后很幸运的 我就是有妈妈也对我非常好 我就先到纽约去游学了两个月 那回来了以后呢 我的教授对我超好的 他就直接就是推荐我去台积电上班 那上班的过程这几个月中啊 那我其实一直都从小就立志成为一个有钱人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很努力的在思考 我未来的职场生活到底应该怎么样 所以后面我就看了很多的书 我发现李嘉诚有土司有才的概念 所以那时候呢 我就毅然决然的离开了这个台积电 然后投入了这个知名的这个房屋销售品牌 去做这个业务 那其实在十几年前你知道吗 做业务真的会给妈妈打死 因为那时候都是高中生就可以去做了事啊 以前业务的门槛比较低 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 我就是一开始偷偷离职 然后就跑去了这个房屋销售做这个房仲业 然后到是这样子工作三个月以后 就被妈妈发现了 所以呢妈妈就非常的生气 然后所以那时候就完全断绝了金元 但是那时候其实我是完全没有什么薪水的 但我并没有因此而觉得放弃 所以呢我每天早上的时候我就找了一份工作 我就去找市帮人家架子 开始帮人家卖内衣 哦就是菜市场的 对就菜市场就去店了 我就是去那边每天大概早上五点半 我就得到那个菜市场去珠北菜市场去 然后帮那个老板娘加架子啊拍衣服 这样还来得及去上班就对 对我有跟他商量 因为呢早市的话都是五点半到九点 是他们热门时段 中间是就是他们的空档 那你只要在十二点的时候再赶回去 到两点帮他收摊这样 所以呢我每天都是早上五点钟左右 我就要赶到市场去 然后忙到八点半的时候 到八点四十五分就赶快离开 先进公司 对先进公司打卡到 然后开早会 然后开早会是不是要励志 对我就是我们家励志 我一定要加油 我一定要得到什么总冠军之类的 好那我就这样子 然后再到十二点 大概十一点五十分的时候 我就偷偷的 就赶快去收摊这样子 可是菜市场的历练 应该回头对你这个房屋销售 突然就很有帮助 其实老实说真的很有帮助 我觉得我的人生 一段脸皮变很厚是不是 对我觉得如果我的人生 真的可以就是写一本书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人生 然后我其实在菜市场 因为我就是每天 因为老板娘也是刚离婚的失婚妇女 所以呢其实我就开始 帮他设计很多海报 然后帮他挑很多的衣服 其实对我真的很有用 我们会知道早上的时候 会来菜市场的都是婆婆妈妈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会把那个比较便宜的 大内裤啊奶奶前面卖 就是叫卖这样 像前面花篮就对 对对对对 高档的在后面 是然后呢 但是我们知道中午以后呢 都是附近的上班族 所以可以高价的可以 然后呢所以这个到中午的时候 我就赶快再把比较贵的再拿来前面 然后做主打销售这样子 所以呢那时候其实在十几年前 那个老板娘对我很好 那时候大概打工一个小时是八九十块 那时候他就一个小时给我两百块了 哦因为你对业绩很有帮助 对那你有没有学到一些话术 有啊有啊我跟你讲 我都会直接就是什么 买一送库只要一百元 所以大家就觉得哇怎么那么好 超划算 对就是会很划算 其实就是买内衣送内裤嘛 那其实大家都会知道 以前真的很多的内衣裤一套一百 或是我们会故意说什么 买三套送一件 其实我们就是送一件 就是那个内裤这样子 然后就是都会这样 因为我那时候是在竹北 是客家人比较多 所以我会逛客吧 然后挑家人比较多 爱用人啦 就很有亲切感 对对对对对 但是老实说我觉得这也成 就像我们的大神说的一样 其实你知道吗 后面我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奠定了我日后啊 就是能够变成就是在北区 很年轻的时候 其实我在房仲业才待不到两年 我就成为北区销售总冠军 就是这个 其实那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 你也知道就是从小 其实爸妈都对我们很好 所以真的没吃过什么苦 然后瞬间你知道吗 我们这种细皮嫩肉的 然后去翻铁架 其实都是刮到全身伤的 然后但是我在那边 待了三四个月以后 我发现 因为我们常常会去市场旁边买东西嘛 然后也会养成就觉得 他们就觉得 这小妹妹其实人很好啊 都会帮我们买 帮我们提东提西 或是帮忙大家互相 很热情就对 守望相助 那因为我们做仲介的嘛 我后面发现 其实所有的摊商 都是有钱人 卖东西可能是卖好玩的 卖兴趣的 就是他们就家族利贷都在市场嘛 所以你知道吗 我的 我后面就卖给了这些 你知道那个竹北的那个菜市场 那一条街啊 里面啊 有大概差不多一百多个摊商 有超过七十个摊商都跟我买房子 所以他们背后都是财力雄厚 对他们都很有钱 然后所以呢 那时候呢 只是说他们 因为他们的钱都是放银行 不然就是自己放在家里面 比较保守 那刚好认识你 他信任你 所以变成 他就相信你的理财规划 对 然后我就推荐他们买房子 那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贷款 然后那时候我的同学 他在中国信托里面 然后他是刚好做房贷簿的 我们就他 两个一起写 就是一起去讨论怎么样 让银行 帮助他们 对银行的高端知道说 对他们也这么有钱 但是真的很可爱 是你可能很难想象 我刚刚说 这个超过七成的人 都跟我买过房子 这七成里面有一半 是完全不用贷款的 现金买房 对 那时候其实我觉得很惊讶是 他们是现金买房 那他是不是我就有生意 你跟我买房子 对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 我一定会有跟他们说 那你要不要卖 我现在手上有客人了 然后呢 我就开始帮他们赚钱 所以他们就一直帮我介绍 一直帮我介绍 一直帮我介绍 两年左右的时间 其实我也卖了三百多间房子 哇 就滚动非常快 对 因为大家都一直帮我介绍嘛 买了又卖 买了又卖 如果放到现在 不是更感谢你 我跟你说真的 一瓶大概在七十万到八十万 十倍以上 是对 那其实我们那时候投资的那些 有很多的这个 摊商 的这个摊商 大老板们 我要叫他们大老板 因为真的让我 叠破眼镜 他们很有钱 我跟您说真心的 他们现在跟我买房子 他们已经很少 再用一间两间 因为我们后面就 陈萌他们照顾我们 有跟建商合作 他都跟我说 合建 对对对 他都跟我说 整批买 对他就说 妹妹那边 你跟他谈 我要时间时间 所以其实后面 我在做地产的时候 我在地产业 二十九岁以后 其实我就已经离开了 然后就开始自己创业 跳出这个 知名中介 品牌 然后就自己成立创业 对对对 我就跟了我的合伙人一起创业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土地 所以那时候 他们一次买这么多间 是都投资吗 还是都去把它分割套房 我先跟您报告 都有 有分割套房的 所以我在那个 跟设计师也很熟 就是因为我要帮我分割 然后设计又找你就对 对对对 而且所以那时候 其实我在很年轻的时候 我就其实是一个 很小很小的小老板 因为我一个人 就是也养了好几个助理 帮我点屋 交屋这样 你就自己一条龙就对了 对因为 他们就很信任我嘛 对 所以你发迹非常早 对啊 就运气很好 对啊 本来我先说 我进房地产的前半年 我都没有收入 所以才必须要去找市打工 因为妈妈生气 我也不敢跟她要钱 而且我长大了 以前就是没有底薪 然后高奖金 要么就是有底薪 可是奖金低 对不对 二选一 但是因为 有底薪的那个 的部分 我也不符合 因为学历太高 他们有符 就是那时候 这个知名品牌很特别 他们只补助那个高中的 然后前半年 那我大学毕业了 是不补助 他怕你眼高手低 应该是 所以一张白纸 他反而比较容易 从头培养 对 那时候我要去的时候 其实我永远都很感谢 就是当初面是我的这个主管 因为他都跟我说 我觉得你撑不了 然后我就说我可以 他说你真的撑不了 然后你真的不要离职 你赶快回去上 回去你的台积电工作 台积电 我说 我真的有办法在这里 然后得到一番成就 好 那如果不离职 你觉得你台积电 能够熬到今天 然后股票很多吗 不行 因为我真的有 我自己的梦想 其实我从小 真的人生立志 就是希望能够成为 一个有钱人 对 为什么会有这种渴望 是家庭关系吗 其实应该这样讲 我觉得我的父母亲 都是很优秀的人 那他们本来就是家 因为我的母亲 他们是地主 所以呢 其实我就常看到 他们有好多土地 所以我就会觉得很羡慕这样 有土司有财这样 可是如果家 父母家庭环境好 有时候那个 等于是富二代 通常都不太努力 我的爸爸其实是一个 很有才华的这个工程师 然后后面他们也是 就铸造业的这个顾问 所以就是你知道吗 有才华的人不一定很有钱 对 那妈妈他们这边就是 我妈妈他们这边就是 真的就是大地主 无极安 好 那后来这个房地产赚到钱之后 就会有很多投资项目 对不对 是 慢慢你就会做很多投资 其实老实说 就是我在地产后面 其实讲真的 我们真的是做的 就是顺风顺水的 真的是蛮好 所以其实老实说 大家有问我 你也有没有钱 我说没有 他们说 你怎么做地产那么久没钱 我说 但我都买地 对你的钱都是在土地上 没有现金就对 对 但是就是在四年前 那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 就是干妹妹 她就来跟我说 她想创业 是 那我觉得女生创业很棒啊 能够支持一个女生创业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事情 因为我们都很希望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跟成就 所以她来找我的时候 那时候呢 她就说 台湾的女生都没有这个 属于自己的运动内衣 跟运动品牌都是穿那种不怎么样的 所以呢 我们就一起创作 像这样子 比较sexy的这个运动品牌 这样子 然后她就说 我觉得每个女生都应该像欧美的女人一样 就是穿的很性感 很火辣 很有自信 运动内衣也可以很有心就对 对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好开心哦 我说好啊 没问题啊 我说你这个idea实在是太棒了 所以那时候呢 我就觉得好 我要投资她 那为什么我要投资她呢 这里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并不是我盲目投资 因为我在做地产的时候 那因为我们就非常努力 所以我都日夜的颠倒 那你也知道年轻嘛 我们那时候 我其实就从58公斤一路爆肥到129 哦 因为生活没有节制 对 然后要交进应酬吗 对 要 要 而且老实说 就是这可能有一点点少年得志的缺点 因为你就会觉得也还好这样 所以那时候并没有特别觉得身材那么重要 反正有钱无所谓就对 对 那但是我后面认识的这个我的好朋友 就是这个乖乖 他是我干妹妹 然后他就跟我说 姐姐其实你不应该这样子的 所以他就很认真的告诉我怎么减肥 然后呢告诉我很多方法 然后我也带我去拜拜 然后说那时候起我就从129 一直减减减减减到60几公斤哦 我到那时候他品牌 我们品牌要成立的时候 我已经瘦到64了 那大家看到你是生病 对 很多人都以为我吸毒 因为爆瘦 对 超多人都说你是不是吸毒 我说 你嘛好啊 我说有吸毒的人气色这么好的吗 然后他们就说 那你到底怎么瘦的 好 那这个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 那乖乖为什么会想要开发运动内衣 是他很喜欢运动吗 对 其实老实讲 那他一直找不到适合的内衣是不是 是而且就是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Stair也是地表上最性感的运动服饰品牌 除此之外也是因为我们也是台湾第一个创立 就是类欧美式的这个运动内衣 我们的内衣设计很特别 我们其实都是像欧美的这些大牌的这种设计感 非常的时尚 而且非常的集中 而且它是适合亚洲人穿的 因为毕竟我们 体型不同 对体型不同 你买他们的回来穿 你就是会松啊 浪啊 他不合身这样子 可是台湾很多纺织大厂 为什么他们没有看到这个蜂巢 其实老实说 这个我觉得就是人嘛 我在想可能是因为这些纺织大厂 他们自己原本做的就已经非常好了 所以他们就可能没有这么的注意 在这个小众的趋势 那我们其实在推出以后 其实第一年我们也卖了一万多件 是 对对对对对 所以呢那时候 他来找乖乖来找我的时候 我是真的很支持他创业 因为那时候他跟我说 他很希望就是能够变成女生 这个运动时尚界的这个口 就带发言人 我说好啊那很棒哦 所以那时候我们也就是一起 就是我就投资他 其实我只是想要存投资啦 就支持他就对 对对对对对 后来意外就来了 对对对 后面真的就是你知道啊 意外永远伴随着这个 福获相依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对然后所以呢 后面我们发现就是在合伙的时候 有一些问题 然后导致了很严重的亏损 是 对对对那可能第一次创业啦 也没有这么的有经验这样 所以呢我们第一年就有一些亏损 那后来我就跟他说没关系 人在创业的时候 不会第一次就成功 人都是在失败中学习成长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对因为一定都很难过啦 其实我自己心里也很难过 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正能量的去面对 所以后面呢我就开始了这个 跳下 电商之路 对对 好可是你自己早期房地产创业那时候都顺利吗 都没有像你这个运动内衣的那种困境 一开始也被人家骗 我老实说我地产真的没有被骗过 哇你怎么自己那么顺利 然后反而帮学妹就遇到困难 应该是这样讲喔 我觉得是因为我从小啦 我觉得这里是我妈妈教育的很好 我们从来就是那种 你看到我你就会觉得 我就是那种 没关系啊 反正我们帮忙我们也不求你回馈 因为我觉得这个帮忙不是很重要 对 但是可能我在这个时刻拉他一把 他会觉得很开心 对他很重要是他救命 可是对你是顺手 对是 然后其实有时候我都常常跟大家讲 我们人一定要保持正能量 因为你不知道你今天你的笑容 或是你的说话 或是你的正能量会影响到谁 会鼓舞到谁 所以其实以前在地产界的时候 我曾经也都没有业绩 想到你看我都会觉得很心酸的时候 我也会被别人看不起过 可是我觉得没有关系 因为我觉得这只是一个过程 而且我觉得所有的阻碍 都一定是我现在的立基石 所有的考验只不过是一个过渡而已 他能够培养我未来 养成更好的这个坚毅不拔的精神 所以其实老实讲 我们在地产界的时候 其实也会常常被人家 你那么年轻你懂什么 你这么年轻你怎么会要 不宽不宽 反正就是 大家都会这样子的时候 其实我都会觉得那很好 所以我就会每次 其实说真心的 我其实是今天背错包包 以前我都每次出门 我都会带很大的包包 什么东西都在里面 对什么资料都有 你只要一看你就会发现 而且大家都会说我很好笑 就是你可能很难相信 我随时随地都会带着很多的 那个医疗用品 因为我们可能有时候 不小心走路啊 什么窃伤用伤的啊 然后所以我就很像一个 白宝箱就对了 我时时刻刻都带着很大的东西 对 就是自我准备非常充分就对 老实说 如果今天您质疑我 这里这块土地哪里不好 我可以拿出一两百样的东西 给你佐证 就是来证明 而且我都会跟大家讲说 我老实讲 我很感谢哦 就是第一个跟我买 土地的这个大哥 第一个信任你的人就对了 对对江振言先生 你知道那时候 他死都不跟我买 因为其实跟我买 跟老业务买的话 老业务一定比较便宜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老业务 他那个地方 他直接认识屋主嘛 所以他可以杀 那跟我买的话 可能他就不会杀给我了 对没错没错 但是你知道我直接就跟这个先生讲说 请你不要这样子 我说江先生 请你给我们年轻人一个机会 我说 有可能 你就培育了一个 未来台湾的土地之光 他是说 你要我怎么相信你呢 我说我很厉害 我会报税 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的税法很厉害 所以我可以每年都帮你报税 免费的 然后呢 你的房屋土地 以后我也可以免费的帮你做这个term 就是帮你去做一些评估啊 分析报告啊 我懂 对 你用永远的服务 来让他同意 跟你买比较贵的价钱就对 是 老实讲 在那个时候啊 全世界人都不敢相信 他最后选择跟我买 嗯 他新的你 对 那时候他只跟我说 那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如果有一天我需要你帮忙的时候 你一定要回来帮我 我说 没问题 没错 没错 这个是年轻有年轻的好处 你在用时间跟热忱 对 我觉得我们年轻什么 我们年轻什么都没有 我们就是热忱 那老业务因为他很多门道 所以他可以直接砍到骨子里 对 我没有嘛 但是他时间有限 他没有 嗯 是 所以呢 其实你刚刚说在地产界有没有 当然有啦 世界上我们也有那么顺利的事 只是说我们把它转换成一种能量而已 就是还有错 还是有挫折 但是没有被诈骗就对 那这个后来运动内衣就因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后来你只好自己挑下来整顿 对 老实讲很惨耶 你知道大神你知道吗 我根本不会电商 嗯 我跟您说真的 从头学啊 对 我唯一会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以前在那个 就是我后面不是有在市场做内衣吗 所以我对内衣很熟 是 我对内衣很熟的原因就是因为 那段日子 我每天 累积下来 对 我就是累积下来 而且我还会陪那个老板娘一起去选材质 哦 所以等于你很懂过去传统的材质 刚好现在新的电商又是新的材质 刚好就结合起来 对 而且就是我们在那里面 我们很懂那一种哪一个位置是最包覆的 对 哪一个是最修身的 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候累积而来 所以在产品上面的话 除了我们自己可以设计打扮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跟工厂沟通 嗯 然后之外呢 再加上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在做生意 所以在金流上面 我们一定是OK的 哎如果这样讲 如果是男生进来的话 是不是光是这个本身自己对这个东西的不熟悉 就是个门槛 哦我必须要说是哎 就像男生他们就不知道怎么穿比较集中嘛 或是女生怎么样会比较舒适 甚至是我们有女生有这个生理起来的时候 怎么样的穿着会让我们觉得更有安全感 其实这个都是女人最了解女人 对啊 好那现在一定就开发了很多所谓的新材质 对不对 对是 新的这个科技 透气的啊 是啊都有 嗯 大概有哪些 因为我早期是听到很多什么竹炭啊竹纤维啊 或银丝对不对 嗯像现在最热门的应该是石墨烯 哦石墨烯对 像我现在身上这件裤子 它就是石墨烯材质的 是 那它就是除了能够保暖以外 然后最重要就是它也可以快速的吸湿排汗 嗯 透气 其实像现在的话呢 我们的内衣还有加上了ESG 再生能源的材质 哦可以回收再利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符合环保标章 这个都是不断不断的 就是配合整个国际啊 减碳啊 这都是我们 Dare永生的一个发展的后续这样 好 但是呢 意外的这个到来 其实后来是有一个这个分叉点 就是你们到泰国去拜拜是不是 对 我在这边 我必须要讲一个就是很不错 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从小 我就是礼佛是家 也跟大神分享一下 因为我从小就跟着我的家族拜拜 我的家族呢 就是你们可以在各大寺庙 都可以看到那个龙条 就龙柱上面 什么什么信徒捐赠就对 对对对对 你就会可以看到我阿嬷的名字这样子 或是看到我母亲的名字 非常虔诚 所以呢 其实我从小真的就很 大家都会笑我很像老人的原因是因为我从小就跟着奶奶 跟着外婆 然后跟着妈妈到处拜拜 你们有特定拜的对象吗 神明 没有耶 像我外婆他们就是有 你可以看到佛光山啦 慈祭啦 然后建庙就拜就对 就是他们就是有固定的庙拜拜 所以我们是佛教道教 对对对 所以我们在这部分很熟悉 嗯 那后来是怎么样 因为遇到低潮 所以你们到泰国去 然后 礼佛善心是不是 那时候其实是因为 拐拐很喜欢拜四面佛嘛 所以他每次去拜完四面佛 我都会跟他们的一群朋友去 他其实是骗我去吃螃蟹 嗯 那其实我其实是为了要吃螃蟹才去的 我先说哈 台湾有曾经有两个大明星 都是他们的朋友 他都有跟他们讲说 他们是怎么样从谷底翻身的 对 然后所以呢 他们听过了以后就觉得 所以就很多人 就是这群艺人也一起去四面佛 那拐拐的确在泰国拜了四面佛以后 他那时候接到了很多的广告啊 真的是电玩广告之类的 所以他们就觉得很红 那我那时候心里是觉得 因为我本来就有试拜佛的嘛 所以我并没有排斥 这个所谓泰国的上座部佛教的这个传承 我就是去 那我们当然是拜拜 其实但是我一开始真心的是为了去吃螃蟹 因为泰国有一个广星酒家的这个螃蟹非常好吃 其实我只是为了吃东西而去的 拜拜顺便吃螃蟹 其实我是想要去吃东西这样 好然后我开始人生了 我先跟大家讲 我觉得我今天能变那么瘦 我一定要感谢爱神 然后我也很 为什么我也很感谢拐拐 我老实说 我在这边跟您分享 有一次你看 你很难相信看到一群 在电视上五光十色的一群美女 每个人瞬间都抱着999朵 红玫瑰 然后跪在爱神馆场面前 在那边跪着拜拜嘛 其实这对我来说是很shock的一个场面 对因为他们是真的很虔诚的跪在那一半 然后每个人都买超大树的 然后那时候 说真心的 因为那时候我第一次跟他去的时候 我还有八十几公斤 所以对一个胖子来说 不觉得我应该要干嘛 然后那时候他就说 姐姐你不要在那里 你也去买贡品来拜拜啊 所以那时候我就去买贡品拜拜 就半推半就 对对那我们想说我们到了本来对佛的虔诚就是应该的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我第一次拿着拜爱神 我拿着999朵的鲜花的时候 然后还有共享的时候 我当下跪下去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求什么 我老实跟你说 但是对拜拜达人的我来说 不知道要求什么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因为我从小就受了正统的佛法佛典佛依 这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当下我只求了一个愿望 我希望我能够跟徐采晴一样 这么的漂亮 然后身材又好 这样 是 对 奇迹的事情来了 我三个多月以后 你就发现我突然也没有特别的吃减肥药 也没有干嘛 我就突然的就瘦了十几公斤 那时候我就心里想 哇好灵哦 然后我又再回去拜拜 就是那时候才透过了这个 我在泰国一个非常有利的朋友 带我们去了皇家大佛寺 他带我们去了皇家大佛寺以后 这个龙婆住持 那时候我去的时候 他就跟我们讲说 我们接下来我们的公司会面对了什么样的危机 但是不要担心 我们会有很大的转机 甚至我们还可以拿到 享誉国际的发明 是 对那时候对于赔钱的我们来说 这很像天方夜谭 那我们也没讲什么 那时候这个 助持就说 如果你达成了 你一定要记得 就是要记得帮我们推广宗教文创 我说 还愿就对 对他说你就是要帮我们 我们说 好啊 那有什么问题 因为当下我们就觉得不可能了 我们只是卖运动内衣的啊 对 对我们就是卖一个运动内衣 能够什么享誉国际啊 而且那时候完全没有什么贵人都没有 然后呢 我们就当然说好 那他就说我是因为之前累世啊 我有笑人家肥胖 所以我才会老是一直这么胖 受肥胖之苦就对 轮回 大神我是跟你说真心的 你真的很难想象耶 嗯 你知道我应该算是减肥界的达人 除了这辈子我说虫没有吞过以外 吞虫减肥法我没试过以外 所有的减肥你都可以问我 我跟你讲我厉害的不得了 你都试过 不是试过 是超厉害 从台湾头飞到中国美国 所有的方法我都试过 嗯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地产有赚一些钱嘛 就到处找方法 对 但是样样都没效 可是快速不是有一些很快速的方法啊 直接缩胃啊干嘛的 或者是埋针啊 我很多朋友也就说我也没受过 也没受啊 所以呢我才跟你说 龙坡助食就跟我说 你这是累世的业力 然后所以呢你要开始虔诚的忏悔 要先化解就对 对然后后面我就莫名其妙的 就真的就一直一路这样子 瘦瘦瘦瘦瘦瘦瘦 现在我169公分 我大概都维持在48 这三年多来如今都没有胖过 嗯 对 所以就真的是化解了前世的那些音乐 对 所以就让我更加的相信了这个 泰国的大佛寺啊寺庙等等 所有的音源剧组的时候 贵人都来到的时候 其实这真的很恐怖 我现在要跟大家讲一个 神奇冒险故事哦 为什么呢 后面呢我就我一个朋友 他刚刚好 他之前他是做ERM ERP的高手 嗯 他们曾经帮像鸿海啦 台湾大哥大啊 是 这些电信的这个整合的这个高手 然后他是我的朋友 然后呢我们就突然 那我就拜托他来stare 帮我们做这个 等于资讯的这个顾问就对了 嗯 因为没有他我死定了 嗯 所以呢 那他也超好的 哎他真的对我们超好的 就是因为我曾经也给他一点小帮助 你知道吗 是 还好我们就是 这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平常就要多多的帮助别人 是 不求回馈 嗯 所以那时候我开口的时候 他就来给我帮助了 他真的就来帮忙了 他来帮忙以后 因为电商一定要有自己的后台 嗯 管理系统 对对对没错 才有办法去掌控 然后所以呢 我那时候也在 平常因为我们都有在早餐会啊 B&I早餐会里面 嗯 所以其实里面就有很多的资源可以运用 所以我在很快的 我们第一年就可以很快速的把团队给组建好 嗯 对 然后这时候 当然业绩起来以后一个更神奇的来了 就是我 就是刚好有一次在策长我们认识了一个中央大学的李波磊教授 嗯 对他真的是年轻有为 我必须要这么说 为什么 因为他有拿过吴大游奖啊 然后很多的这个国际奖项 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就跟他想 因为我后面有发现一件事情 运动内衣啊 你做我做大家都一样 他没有任何的专利可言 嗯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强 产品强效可言 等于大家都在砸钱 砸品来做品牌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他是没有办法打到国际市场的 我懂料独特性跟专利就对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呢 我们找到了 其实我们有找到李波磊教授 所以找另外一个教授 但我觉得李波磊教授很棒 是因为 他没有因为他是男生 然后也没有因为觉得 我们可能年纪比较小啦 公司那时候也还正在出创 然后就觉得 诶我们不行 那时候他真的很棒 我们把我们的理念告诉他以后 他真的也很棒的帮助我们 就是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所以他是发明人 所以他有把他发明 放在你们的商品运用上就对 对对对 就是拜托他帮我们发明人 所以就得到国际大奖的肯定 然后愿望就突然实现了 对没错 你就要还愿了 对啊 你就要变太豪姐姐 对我 所以我现在就变太豪姐姐 大家又会开始问 为什么你要叫太豪姐姐呢 就是大家以为我是泰国人 这样 其实我是台湾人 但是应该这样讲 我们学的太好的意思就是 我们希望你的人生万事皆美好 然后看到的每一件事情都觉得太好了 早上起床的时候就觉得 哇太好了 就是美好的一天 然后受到别人帮助的时候 哇太好了遇到贵人 所以我们采取叫太好的意思 不过走到今天还是要熬过很多这个前面的一些挫折 对不对 我就如同我所说 我觉得所有的挫折都只不过是过程中的风景 所以一切成功的立即 就是为了准备让今天变成太好了就对 对我真的觉得像我今天能够来这里 我觉得太好了好赞 好最后讲一下你刚一直提到说这个四面佛 以及泰国的一些佛式 那其实台湾也蛮流行四面佛 现在在很多地方都有个四面佛 对 那拜拜到底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好我在这边的话 我还是要先跟大家说明 首先呢 其实皇家大佛寺的四面佛 它是全泰国最古老的四面佛 那目前台湾我们大家拜的这些四面佛 都是皇家大佛寺的分林 是 对所以呢 其实就是要跟大家讲 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到泰国的皇家大佛寺去做 宣承的礼拜以外 那拜拜应该注意什么 其实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拜拜务必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麻烦把你的愿望 精准的说出来 因为在推广佛寺的期间 我们有帮佛做了很多线上的法会 为什么要这么做 其实是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不会求拜拜 然后很多人都会常常 你应该也有听到很多人都说 啊我觉得拜拜都不准啦 其实不是拜神不准 是你不会许愿 你知道吗 我常常听到我的所有的朋友许愿 在许愿的时候 其实我在旁边听 有时候听到我都笑了 祈求佛祖保佑 我能够合家平安 生意兴隆 财源广进 对啊什么赚大钱啊 身体健康 财源啊 其实你在拜一拜的当下 那时候你知道我有一次 我就跟我的好朋友说 他拜完他就许这个愿望 那我就跟他讲 你可以回去还愿了 就走到门口走出来 我就说 你可以走进去还愿了 他说你说什么 我说你身体健康 你现在不健康吗 财源广进 你是做生意的 你每天都有进账 他说我最近业绩比较差 我说可是你每天都有钱啊 懂 就是要具体 对 就是要赚多少钱 聚焦没错 而且不要求的漏漏等 就是藏的不得了 啊我希望我男朋友很爱我 我希望男朋友 心里只有我一个人 然后都不要有别人 然后呢要对我超好 对我超温柔 都要听我的话 每天都把钱全部拿出来给我 那这样的话我建议你 你养一条狗都不一定听你的话呢 是啊 对 所以就是愿望要这个具体就对 千万不要笼统 对我都会跟他说 你应该向神明祈求的是 我跟我的男朋友两个人互为彼此的贵人 我们彼此包容 彼此相爱 彼此幸福的生活 这才是正确的求法 嗯 对 好 今天非常谢谢太豪姐姐 为我们介绍她的职场 以及她现在的身份 好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